七星的说法有几种 其中之一是指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是指夜晚天空中七颗相连的七星组成一个斗形图像 古人把这七颗星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一个斗形 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 古人根据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 斗柄指东天下皆春 斗柄指南天下皆下 斗柄指西天下皆秋 斗柄指北天下皆东 七星又指七要 七正七为等 使古人将淫祸星指火星 成星指水星 碎星指木星 太白星指金星 正星指土星 称为五星 五星又称为五要 加上太阳星指日头 太阴星指月亮 合称为七要七星 古人用七要祭日 顺系为日要日 月要日 火要日 水要日 木要日 金要日 土要日 与现代的星期日至星期六正好吻合 所以又称为星期 这也是星期祭日的最初由来 时至今日 日本和韩国还在使用七要祭日 如星期日在日本和韩国叫日要日 星期三叫水要日 星期五叫金要日等等 这七天就是七要日